Kanté 小柚的最後一天是告白日 你有一点点紧张 我想要跟我说 放轻松 你可以表现更好的 略微有一点紧张的状态 然后我也一直在 想要怎么去表白 怎么去表达自己的心意 有没有可能今天晚上 不会按照我所想的那个进度再进步 从来没有想象过 我理想中的告白场景会是怎么样 期待 因为没有找到特别合适的对象 所以我也没有直接进入那个告白的环节 所以祝福他们 能够来一场双向奔赴的半熟恋爱 今天是爱你生气的 因为我放弃了告白 心中现在还没有想象到告白的人 对 其实每个人对爱情的速度理解都不同 有一些人比较火热 有一些人比较慢热 但是我依然对爱情充满憧憬 幸好 啊 怎么突然那么紧张 为什么 我今天想要告白的人 是音音 无论如何 有这样一次机会 我想要迈出这一谱 勇敢地向他表达出 我目前的心意 今天在告白前的心情 就是我好像 没有那么害怕 我多了一些勇气 嗨 嗨 哇 好帅啊 今天这套 我看到的时候说今天要就是说一些你的心意的时候 我想了很久 我不知道该说什么 然后我也不想要会让你有任何的负担 所以我就说一说我在这儿最深刻的记忆吧 可能是从那天在机场的时候 我有一些机会可以和你聊天 可以和你交流 然后那时候 我就发现说 我就发现说其实你还还挺还挺真诚的 你还挺天真的 然后你其实内心是很可爱的一个女生 不像一开始见到会让人比较容易产生一点误解 我们去长白山的路上 我们去长白山的路上 我发现我好像就对你开始用心的 跟你在一起的时候 我会有一种 一种莫名的开心 从那眼里我能看到 你对生活的热爱 对这些小动物们又有爱心 好那我知道你想说什么 你先拉完给你搞个胡萝卜吃 好吧 谢谢你 你是有艺术天分的 对宇宙充满了好奇心的一个女孩子 我有时候冥想的时候 就会把自己想要进入太空的状态 踩着每个星球这样跳上去 就是那种环的那种感觉 你身上有很多闪闪发光的地方 像《City of Stars》那边一样 所以我选择去弹那首歌给你 其实我在练琴的时候我练了三天 然后我第一天第二天我都特别地苦恼 我想说我下次再也不跟别人吹了 所以我没弹当琴 我弹得太 我就手不听使坏 然后我就其实很煎熬 还好我这次没有放弃 因为我还是能够为你谈它 其实我很开心 谈它真的很棒 真的 然后我送你一句歌词 就是《City of Stars》里面 它说 我会在这儿 然后你一定会很好的 我知道你是一个很宝贵的一个女孩子 所以你也没法轻易地去 你也绝对不会轻易地去 对别人动心或者有好感 那在我们出小屋的日子之后 你会愿意 你会想要再了解我更多一些吗 谢谢你 就是因为我其实对我们两个现在的定义 我认为包括我的朋友 问我 他说你觉得家荣 现在对你来讲是一个什么样的人 在你心里是一个什么样的位置 我说 我感觉自从我们机场聊完之后 我觉得你是一个很好的 最起码你是一个很好的谈话伙伴 就是我说的一些东西 你都懂我 然后经过长白山 包括这个后面所发生所有的事情 我觉得我是有被好好照顾到的 我已经 感觉很多年没有被人这样照顾过 所以我 很感动 但是我并不想因为这种感动去 快速地进入一段关系 我认为这个是对别人也是对自己的不负责任 我想要的是那种 除了感动以外的一些东西 所以我也在给我自己机会 看看试着能不能去勇 或者说去触发去创造 我觉得很感谢他这段时间的陪伴 就像是两头孤狼 然后走到了一起 然后结伴 然后就沿着这条路往下走 就有一种 一种伙伴的感觉 就像是两头孤狼 然后走到了一起 然后结伴 然后就沿着这条路往下走 就有一种 一种伙伴的感觉 很重要的一个朋友 因为我朋友本来就很少 我觉得能有一个人这样 进到这个位置来 我很开心 这是一个意外的收获 对我来讲 我在乎他 然后我希望他开心 我希望我能够 能够有这个机会去照顾他 去保护他 但是我也不会强制性地去要求他接受 我对他的这些表态 我也谢谢你 这么长时间对我的照顾 你值得的 你值得的 我应该要走 但是我可以再要个拥抱 可以啊 行 你穿这个好美啊 谢谢 再看一眼这个树吧 很漂亮的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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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雖然之前一直对告白的场景 充满了想象 但从说到短信的那一刻开始 就莫名地有了一些紧张 不知道他会说些什么 即期待又谈脱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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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今天我要告白的人是林毅 我想告诉他 最二十一天来 我看的都是他的朋友圈 我想和他看更多的日落和日出 嗯 哈喽 哈喽 超大的美根花 当然除此之外 还有这个东西 对啊 没有关于你的每一条 每一条朋友圈 每条都不落下 还有我们自己参加过的 所有事情 以及关于你的一切 这个手是嘴的呀 是我的 哈哈 今天笑不笑你 哼哼小小的 满哼哼 她不平整了 等一下 我不要动 看到手里开始想将快出路了 我抓紧了你吗 要我抓紧了你吗 我抓紧了你 我抓紧了你 Model up and low Baby and I Dancing in the dark Leave between my arms and every mountain on the cross Singing to our faces I have been on the line 我建议期待我们的海当中 还有一个东西 当时你不是拿了一个小蚊子对不对 我跟那小蚊子一样 我刚打到小屋的时候 也在寻找我的玫瑰花 然后我现在找到了 就是你 你就是我的玫瑰花 所以小王子从站着 他变成了这样子 是属于你的小王子 我也有一些话想要对你说 不知道你还记不记得 第一次跟小屋所有男生见面的时候 我抬头第一眼看到的人是你 所以或许我们之间的缘分就是从那一次开始的 其实在 遇到你之前 我有一个原则 因为我一直觉得在感情中 我就是那个幼稚到家的小女孩 但是在遇见你之后 我感受到的 我感受到的 是年下的知求 主动 和勇敢 没有成年人恋爱里 已经让我有点厌倦的权衡离比 所以 你的出现 打破了我的原则 成为了我的例外 所以 谢谢你 在这短短的时光里面 让我感受到了天花百计的偏爱 在我看来呢 我觉得爱就应该是直接的 是主动的 要大大方方的去表达 而不是冷冰冰的说反话 爱就应该是炙热的 那恰好你我都是 让我也明白了什么是 爱与被爱的双向奔赴 谢谢你 能够 包容我很多很多的缺点 也理解我的幼稚和小题大做 谢谢你 有 温暖我的超能力 我的马老师 我的金斗云 我的马翰 昨天我给你打了九十九分 今天这一分 这一步 让我迈向了 真是 I will walk into it In the seas of 我想對第一天的自己說 做一切你想要去做的事情 儘管大膽勇敢地向前走 因為愛你的人就在那個終點等你 哈嘍 你好 我叫馬進龍 馬先生 小姐 小姐 你好 謝謝 Münswap 大膽 小姐 人 喊 達 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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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觉心里非常激动 所有的旅程下来之后 得到一个非常完美的收尾 我觉得是一个结束 也是一个新的开始 我们拿着这么说话吗 你好,我是在伴侏小屋跟陈巧威相遇的王珍 很高兴在这里见到你 我是在想遇跟陈巧威相遇的王珍 我以为我自己会不紧张但其实还是有点紧张 然后也会担心怕自己想说的话会说的不太顺畅 也能够多讲一讲自己到底怎么样去说这些话 一些是吧 我是一副王珍 我看一下 告白仪式现在开始 请你现在去往告白地点等候 我已经有了自己的答案了 其实我已经有了自己的答案了 我今天选择表达心意的人是拍案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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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说没有顾虑也不想错过 有些话我想对她讲 后来总理就鸡点依应的 有些话 not 如何 先放心送 有点心 谢谢 谢谢 送你去三次 我从头开始 你好 我是在半熟小屋中 遇见陈巧薇的王震 很高兴在这里看到你 然后我觉得我们这段时间 从陌生到熟悉 然后到有一些亲近 我觉得在这段过程中 我还是觉得很快乐 还是很难得的过程 刚开始的时候 我偷偷观察过你 我觉得你是那个 就比较 平和 然后又比较温柔 然后说话又 细声细气的 然后我会觉得是我喜欢的类型 也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 想到你的时候 我就比较开心 我平时在现实生活中 可能会不太相信 这种小概率事件 会发生在自己的身上 对 但是我 我现在也很相信 我现在也很相信 它在眼前发生 然后我也有 会期待 每一次能见到你 后来就 就开始想办法去招聚约会 我们的相处就从 比较礼貌的 放松的状态 到比较自然的 和拍的状态 所以我是觉得是一个 很难得很大的跨越 所以我有的时候瞬间会觉得 好像是认识了很久的 两个人在一起经历这些 算是跨越了四季吗 算是跨越了四季 我们的约会的主题是 逃跑 跟不受规则管控的这些 做这些事情 还是觉得那个瞬间是比较 比较烂漫比较酷的事情 那从这里开始 让你十步是不是 四五六七八九十 人位 人们说我爱 今夜 名字 shoulder 戴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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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谁知道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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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后 阿凡达 谁知道 谁知道 阿凡达是这个 我们第一次约会的时候 你提到的 第一次比较开心的笑的时候 你谈到的事情 对 所以 咚 咚 你去买的 碰给你了 谢谢 很搞笑很好玩 是女生 要长头发 对 我们在那个 广州塔还有连过线 对 对 对 就对我送给你 送给你的礼物 送小 就以后阿凡达谁知道 他就说他知道 就阿凡达他知道 我喜欢 是吧 还蛮搞笑的 对 我有准备第二份礼物 嗯 真的 对 你准备好了 准备好了 准备好了 嗯 你确定吗 嗯 你确定 没有 没有 我干嘛笑 我干嘛笑 有 哈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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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哈 对 哈哈哈 你在哪里找到的啊 所以这是那个 你广州回来的时候 不是吊了一个嘛 对啊 但我们是同样的 颜色 你把你的拔下来了 拔下来了 你干嘛 送送你 对啊 我一会儿可以帮你按照 那你的呢 我的再想办法就好了 对啊 谢谢 我玩了 我应该很特别的力量 因为我觉得 就是不能让你的广州之旅 有任何的不完美 按照以后就 就没事了 谢谢 我还蛮喜欢这个的 是吧 当时我们在广州 约会的过程中 行李箱的拉链坏掉了 我觉得他送的东西 真的都是 有深思受虑过的 是我真的需要的东西 有点暖心 就是我很感激 在半熟小屋遇到你 然后我也开始去正视自己的喜欢 也开始正视你对我的吸引 一直说我是慢热 然后节奏慢的人 然后很感谢你 愿意找到就是加热的开始件 也很感激你可以加热我 我也很耐热 我会很认真的来去对待 我们的相遇这件事情 我们可以有更多的机会来去相处 然后有更多时间可以去聊聊未来 所以结束了小屋之旅之后 你还愿意跟我继续约会吗 你还愿意跟我继续约会吗 愿意 愿意 我愿意 我也愿意 王震 让我感觉非常放松 没有负担 但我相信总有一种相遇 是互相喜欢互相欣赏 我相信爱情 来了 来了吗 来了 是牵着手来的吗 看一下 牵手 是牵手吗 看看 有点像牵手 但是我看不太 哇好美 恭喜啊 天哪 哇塞 哇塞 哇 发着光 我以为这边有实况转播之类的 你就很后悔没有就望远镜 我觉得没事 我还送了什么东西啊 送了我一个阿凡的 阿凡的 阿凡打谁知道 是 你们都知道吧结果 对 还有一个这个 这是什么 这个是 你们想不到是什么 是什么 油盘吗 看着有点像拉链 油盘 拉链 它就是个拉链扣 拉链扣 拉链是什么故事 是从广州回来的时候 然后心理箱的拉链掉了一个 然后他把它的拔下来给我 我像我 我心理箱有个扣子也坏了老王 是吗 是吗 老王我整个心理箱都坏了 是吗 我去联系一下 我联系一下总部 然后再发点东西过来 来 来 嗨 素 其实我 经常给你准备了 一份礼物送给你 其实 小屋眼看着就要结束了 时间过得真的挺快的 时间过得真的挺快的 虽然就是做了一些心理准备吧 但是要面对面说很多话 我也是有些紧张的 从我们最开始滑江满看到奇踩祥云 我也说不太好 那到底是有什么想法 我觉得还是有一些心理 有些不安吧 有一点儿小紧张 在小屋这段时间 一直也能感觉到 她的用心和认真吧 请你现在去往告白地点等过 请你现在做什么 请你自动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会有一点紧张 最好的结果可能就是 苏苏愿意去继续接触了解 然后最坏的话 就还是跟冰封小屋那个一样 就是苏苏可能还是对我没有那么感觉 晚上好 晚上好 这是我亲手给你做的一个小礼物 妈 希望你喜欢 你看看 猴吗 有什么特别之处 出生证明小花同学 女 2024 1月11 海南三岸 我给你拿的 这是她的包吗 我看你不是老喜欢背个小包的吗 是吧 你不要让我上来就笑崩吧 有什么特殊的 有啥特殊的吗 这是你自己往上去的吗 小云 彩虹 星星 小花 是的 我抱着吧 显得我可爱点 你本来也挺可爱的 你本来也挺可爱的 其实想想 就是日子过得真的挺快 日子过得真的挺快 日子过得真的挺快 你不要笑着 你轻松一点 你放松一点 行行行行 就是就觉得日子过得挺快 第一次 咱们见面约会 就感觉就跟前几天的事一样 然后那会儿我选你就是直觉 那这么看感觉还挺准的 什么直觉 还是看感觉看演员 就是觉得跟你在一起 挺放松挺舒服的 你看一起画讲板 看湘云 然后到后边看西洋 然后体验了那么多运动 就是我会 就慢慢地想更多地了解你吧 嗯 再到后边就是 你有一次问我说 你为什么一直选你一个人 其实可能就是你的一些 嗯 小细节和内心的温柔善良打动我了吧 啊 就比如说 那次我没有被选上 然后参加 当时你会自责 后来就我眼睛带预性酸 你会给我拿药水 然后包括那次 就是我说我就提了一嘴想吃多次 但你就会给我点那条菜 就还真的挺暖心的 就慢慢地我可能是一个 就是对一个人有好感 我就想 更多深入地去了解他吧 嗯 然后 嗯 嗯 虽然就说到了长白山 当我知道 从你嘴里听到说 嗯 你更信你的男生是别人的时候 其实我还是失落的 我当时可能就想我说 嗯 我们就保持做朋友的分寸感就好了 但总觉得就是 有些话咱们没说完 所以 回小屋 我不就约你 说大家聊聊吗 其实我觉得这次聊天真的 可能 比起 之前我们接触相互了解的总和 甚至都更多 我当时真的看到 有的瞬间你 打开自己内心 就是表露了 当时你的内心的那种感受 情绪和你自己 就我真的是记住了 今年冬天三下的样子 我记住了你发自内心开心的样子 I wish I wish I was who you dropped I said and maybe I wish I was the reason you tell to be 讲另一个棒棒糖 哎 看你要不要这么甜啊 弟弟啊 你的愿望甜美的实现 哈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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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一起感受了很多 经历了很多 就我真的真的很开心 谢谢你 谢谢斯瓦华 然后如果说 想问我现在内心的想法的话 我是喜欢你的 我是喜欢你的 就我想说 我之前可能是一个 会分得很清楚的一个人 我一直会觉得 跟你在一起的感觉 你给我更多的 可能就是你对我很好 很照顾 然后我会觉得 感动就是感动 喜欢就是喜欢 是不一样的感觉 然后我现在要干嘛呀 我现在要送你礼物 这个是单独为你准备的 它是一个黑胶唱片机 因为我觉得音乐可能会给你很多力量 也会在很多的瞬间去治愈你 然后希望在他每一次唱针落盘的那一瞬间也可以盖住很多其他外界的声音 行 谢谢 你还要什么要说的吗 再唱一首歌 再唱一首《遇见》 再唱一首《遇见》吧 这首歌 这首歌 会有一点心动吧 《遇见冬天的离开》 听见冬天的离开 我从某年某月醒过来 我想 我想 我等 我期待 未来却不能因此安排 我遇见冬天的离开 然后今天想再次确认一下 这种感觉就会不会只有一次 还是一直都会有 我排着队拿着爱的号码牌 之前我会觉得可能是就感动更多一点吧 不过呢 就是在这么多天过去之后我会觉得 可能有的时候 感动是喜欢的前提 就是在比如说那天早上看日出的时候 会在那一瞬间会觉得有一点点 除了感动之外的感觉吧 你还有什么要说的 其实我最想说的我刚才 其实表达的差不多 我还想继续了解 还想再继续了解一下 我是这个想法 想吗 想 那了解看看吧 行 行 小兰哥回 走了 走 很开心的 还是可以继续了解的 然后有戏 其实它里头还有一个小玄机 你安拎一下 小胸口 素兰华同学 在照顾好大家的时候 你也要记得照顾好你自己啊 好好吃饭 好好盛肉 希望你记得 今天冬天三亚的味道 因为你是新人实现的味道 小花同学的留言里边有好好吃饭 会觉得我说过的话他都会记得 就会觉得真的很暖 这给你的 总给你的 你为什么刚刚没拿过去呢 因为我不希望你有任何的压力 好才行 好 好 快 好 好 我笑了你 我笑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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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我知道他一定在看一个对的人出现 所以自己就会轻易度来保护自己 我非常紧张 我在我的房里就是走来走去 也在背这个我写下来的东西 但是我到了告白的时候 我走过去的时候 我都没有那么紧张 我是天命的选择 大女的 真的假的 真的假的 这个是我今天买的 你为什么又学我 我说是跟你一样 又学我 可能我今天会说的比较多 因为我也怕我自己真假忘记了 而且我的普通话也说的很普通 所以我就写下来读给你听 今天我想跟你说一个关于梦的故事 回想这21天真的是很像一场梦 在梦里我遇到一个女生 想每一天都留在她的身边 我也坚定地把我每一个机会跟她在一起 我也曾担心 在这个梦里我没有足够的时间去感动这个女生 但是后来她有告诉我 她也是很喜欢我的 并且又把我考虑到她的未来计划里 所以我现在想坚定地告诉她 跟我在一起 我会用我所有的能力去保护她 给她幸福快乐 希望 像她说一样 这个梦完了才是我们缘分的开始 这是我和一个叫大梦的主生的故事 我和一个叫大梦的主生的故事 然后我带了一个礼物给你 我把我在小屋里所有的回忆 都珍藏在这个树苗本里 你经常跟我说 晚了几天才来到小屋 错过了我们一开始的经历 但我可以告诉你 是我早了来到小屋 你没有错过任何的东西 因为没有你的日子 我的故事还没有真正的开启 然后 我们到了第六天的时候 我们就六个人一起吃饭 是我第一次见到你 大家好 我叫李梦蝶 可以叫我小梦大梦都可以 庄州小梦迷蝴蝶 梦蝶 然后我就画了你 就是我看到他们五个人 但是我看到的只有是你 这是我第一次跟你约会 我去到你工作的地方 你叫了我冲浪 这个是我印象最深的一个约会 然后我就把握机会 你叫了我冲浪 去到海洋公园 你去到海洋公园 这是我吗 你好看的 哇 我有外来 这一天我都跟着你学会了滑雪 你说什么一次比一次快吗 对一次一次 当然了 是看着你滑下去 那我就跟着你 然后我就学会 然后你就带着我去 你出生的地方长沙 我觉得我也喜欢上这个城市 真的 我们吃了很多辣的东西 然后都是我们第一次拍《情侣选证》 因为这一期拍摄的 我们更加比较近对方一点 对 不要看我 不要看我 对 哈哈哈 这个苏苗本后面还有很多空白 我希望我们可以一起去描绘更多幸福食材的画吧 苏苏苗本第一页有我的名字 谁拿到这个苏苗本回报就是我的心 我的心 哈哈 哈哈 盒子里还有一个隐藏的礼物 哈哈 对 西张闪现卡 因为昨天晚上 我们吃饭的时候 有问我 如果拥有一个超能力 我会想要什么 我回答你 我想要瞬间移动的能力 因为离开班淑 我们可能在不同的城市 只要你想见到我 我都会出现在你身边里 这是一次性的吗 还是可以一直用 你可以随时用这个闪现卡 我都会出现的 那我想问你 你愿意跟我从梦里行过来 走到现实世界吗 其实我跟你的感受也一样 就是我也有害怕说 如果我们这个小屋的泡沫碎了之后 我们回到现实当中 会是什么样的一个结果 但是我觉得 在我们相处的这些日子里 你用你的态度 还有细节 其实你都给了我 我想要的答案 做得很好 我想谢谢你 谢谢你的出现 谢谢你的主动 谢谢你的坚定 谢谢你的勇敢 是你让我又相信了 爱可以解决一切问题 嗯 嗯 对 现在我也不会害怕了 嗯 因为我知道 以后的路你会陪我一起走 好害怕 然后我们能成为彼此生活中的 依靠和解料 所以 所以 所以我们现在 是 是 就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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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就是 你就是我的男朋友了是吗 好 那我现在谈恋爱了 哈哈 很好 我还是要哭待 我 joo увелич了 我都要哭了 你拿下了吧 这是一朵永不凋谢的花 那是乐高 是吗 真的太巧了 太巧了 幸福 刚刚我们没有看到 我们好像错过了一些 什么精彩的事情 能够让画面重演一下吗 对 再来一个吗 来吧 再来一个吗 好 那我们去放烟花吧 好 来 来 切活了 加油 你们这些CP也不爆一个吗 好 好 加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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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能输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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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在说谁 不能输啊 不要啊 不要啊 加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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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段时间的小屋这里是很难够的旅程 有真诚 有感动 有热泪 有开怀大笑 感恩在这里体验的和遇到的一切 心里其实挺伤感的 就觉得可能大家马上就要分开了 不管是离别的那种伤感还是离开现在那个生活状态的一个伤感 确实很不舍 这世界的每一份伤意都很奇妙 谢谢你们所有的伴手家人物 谢谢你们 五万几岁 二千万岁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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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 我们落座了正式欢迎一下可爱的我们的老师 伴手小屋里的嘉宾们 谢谢老师 还是感觉好神奇啊 这种感觉 对 江俊玲好可爱 他当心 收敛一点 你收敛一点 现在他们不在 没在电视里 现在能听到 是吧 能听到 这前面没有个屏幕 但是俊玲你知道我们老师你可爱这件事情吗 我有看过 有 我也不是很可爱的 对 你就这样说他就更可爱 对 对 超可爱 没有 那一对一对了 我们就再跟大家再次认识一下 介绍一下呗 好的 我是江俊玲 我是凯文 这句话我们特别耳熟 听了很多别 你好 我是凯文 第一次跟大家见面的时候 永远地开场白 老师们好 老师们好 我是大梦梦蝶 我们是美梦降临 我的美梦降临 真的降临了 欢迎 大家好 我是王振 然后大家都叫我老王 老王 你好 我们也叫你王振晶 对 对 大家好 我叫陈巧薇 可以叫我Pam 好温柔 你说阿凡达 我说谁知道 欢迎 欢迎 大家好 我们是靳义词 对 然后这里是 马汉 大家好 我是马静楼 然后 可以叫老马 然后周瑞是我的女朋友 林宝宝 大家好 老师好 我是苏瑞 苏瑞 欢迎 苏小花 苏小花 对 叫这个亲切 暖洋洋 我们现起的 我们这一期看完现起的 是吗 大家好 我是于静阳 静阳 你现在特意是带了 有小花在这儿是吗 是的 好会科 欢迎 大家好 因为非常感谢你们陪我 你们度过了这一季的时光 然后我们所有人都给各位老师准备了一份礼物 然后我跟凯文就是准备了一个抽浪板 我们要送给就是这一季在真心时刻就是正确率最高的淳酉老师 为什么 怎么了 怎么了 凭什么 怎么 我刚刚那个环节都没有羡慕他们 对 不是 他有几次答案是抄那个唐一新的 我就最后一次 我刚刚成了 谢谢 凯文有画一个画给你 研究生 谢谢 希望你能乘风破浪 然后奔赴诗和远方 谢谢 我好喜欢 好棒啊这个礼物 好羡慕 好羡慕 不错 偷摸挂上 血带了 我们金益子也有一份礼物是给同样挂索小能手唐唐老师 谢谢 我就特意挑选一个空气净化器 太好了 太适合我们了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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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哇 哇 这什么 这的是什么 好可爱 这个是要送给谢南老师 等一下他们 哇 青蛙 我都站起来了 送给谢南老师 我坐下去 旁波坐下来 没有我 这样 然后我这个就是送给旁波了 谢谢 这是啥呀 它是一个打结机 你们不觉得跳过了一个人吗 现在把我跳了 没事 然后我们接着 谢谢 谢谢 好棒啊 这个礼物 对 还有一组对不对 对 清清老师快等级了 你们快坐下 你们快坐下 那我先来吧 哎呀 是送给谁的呀 我想送杜老师 来 坐吧 坐吧 谢谢 我要先抱一下素素 哎呀 我们最挂念的人 对 就是因为这一季 您为我操了太多的心了 嗯 然后呢 希望这个空同心所能锁住您为我操的心 然后也祝杜老师和大家都能 嗯 嗯 所愿祭所 对吧 谢谢素素 哎呀 说得太好了 是的 杜老师的最爱 素素 对素素 加油素素 杜老师可心疼你了 是的 也是我们所有的人都心疼素素 是的 啊 是给我的 我也有吗 有有有有 对 对 两份礼物 第一份是一个便携的筋膜枪 因为您经常出差 然后这个方便您就放松身体 太需要了 因为您姓金就送了您筋膜枪 太巧妙了 对 然后这个呢 是一份特殊礼物 是一张长期有效的健身顾问卡 您知道如果有什么问题 都可以来找我 然后都可以问我 你在北京吗 我在北京 太好了 我一定找你 谢谢 谢谢各位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谢谢你们 谢谢你们 这还问得出犀利的问题吗 对啊 不是 你可以问 没送你礼物的那对CP 记忆词 你给我 哎呀 听不懂 好紧张 我已经忍了很久了 就是不让我问这个问题 就子弹都上糖了感觉 就记忆词喊出来 我们就都问一下 就是从小屋离开以后 也是我们最关心的 你们现在的进展到什么阶段了 我们后来也一直在了解 因为从小屋出了以后 我也去杭州找过他 嗯 然后我们也做了很多 在小屋没做完的事 一起可能唱歌啊 吃火锅啊 嗯 然后就是还在了解中 因为我们俩就是从过完年到现在 其实不在一个城市 就不在一个城市 对 对 然后我们俩相对的可能慢热一些 哦 要一个过程 对 不着急不着急慢慢了解 很好很好 长沙有很多好吃好玩的地方 不急着走不急着走 对对对 多玩两天 好的好的好的 我想问一下那个江俊玲热练起来是什么样子啊 我也不太知道 嗯 但是我跟大梦 其实她也有来个香港找我的 然后我每天晚上也会跟她说晚安 早上也会跟她说早 好甜哦 还好吧 我突然想到当时去长沙的时候大梦不是有开玩笑说就是带去见爸妈 对对对 这个现在是在计划中吗 我有见过她的妈妈 哦 天呐怎么样 哦很好就是我觉得她妈妈跟她的性格就差不多 都是很温柔然后很温暖的人 嗯 嗯 妈妈也很喜欢你 哇 哇 那什么时候办婚礼呢 那什么时候办婚礼呢 好冒昧啊 我也想去香港玩 那那个魏振天你们 魏振天 就我们小屋之后就有见面 就我有去上海去找她 哦 然后我们有去逛超市 哦好浪漫哦 画面已经脑补出来了 对然后有有有做菜 建哥也是老王做是吗也是老王做 我有做肉的菜她是做素的菜 哦一起做 对对对 然后灯塔那期的节目我们两个也一起有去看 一起看了 你看完那个灯塔跑完之后 就是巧威当时那一刻完了之后 你有没有什么想法和感受吗 只记得很喘 除了喘之外 对 嗯 看了播出觉得好像有一点点铁 当时跑完没有只是纯船 没有 当时指导是寻常的 没有因为因为感觉是几件上帝视角了 就觉得对 对在当下真的就是感觉顺其自然的发生 就没有很刻意的就是有那种感觉 但是再回看就真的感觉不太好 那你回看自己的时候你会觉得巧威对你的评价 就希望你能够更主动一点 你会觉得那时候自己其实还可以再勇敢一点吗 会会 其实我觉得我是最不勇敢的一个 我都有跟大家在学习 你们也看了几期节目了 也看到我们在这里面就是放肆的一些言论 大放厥词 多嘴多舌了 对 就是很主观的一些评论 对你们个人的和对你们感情的 有没有什么想问我们的 我想问一下谢南老师 因为我知道你们会穿青蛙人偶服在小区里散步 很浪漫 还有没有一些就是爱情保鲜的小妙诀 可以分享一下给我们 你俩这么鲜还保呢 你俩还需要保鲜 你俩现在正鲜吧 还保鲜 是不是 那你们现在的鲜度是到了随时随地要粘在一起的程度吗 如果在一起的话就会 那很好啊 我知道你们这次来长沙是为了迷惑大家是分开酒店住的是吗 对 凯文得知这个消息有什么心情 我想偷偷过去找他 你都做了什么努力呢 我没有 因为昨天晚上我们真的太累了 太累了 所以 但是那个想见他的心情很迫切对不对 对 每分钟都想见他 好甜 听说你一直在求你的PD 我场外信息好多 说PD什么 没有 你这什么场外信息 你快说出来我好想知道 我也想知道 你好 他PD是个男生 教练也说 弟 让哥去一次吧 大大 所以你会问说 有没有做什么努力 我以为你也知道 真的 你原话这么说吗 但是他们不让我 他一直说 弟 我能不能去找他 我一刻都不能跟他婚开 好甜 这种信息不都来掉 前面问那些有关 无关痛痒的事情 真的是 看我们都会打贪 太搞笑了 我也有一个问题 请问 我想问陈叶老师的 您说 你看过我在节目里的表现 那你觉得我有什么地方 可以改进 普通话 我现在在学 在学 对 雷东我觉得雷广东话 都讲我一个 不关系 你们还是分别说自己的语言 好了 正经地说 我觉得两个地方 你还是应该注意一下 我们不喜欢你用黑白形容自己 这个是当时看那片子的时候 我内心当中一个比较深刻的感受 如果你让我形容 我觉得你很像你今天身上穿的这个颜色 蓝色 蓝色因为是一个很深沉很深邃很平稳 但是又蕴含巨大力量的一个颜色 同时海的底下有海火山 很澎湃 你知道吧 就是那种平静和汹涌皆有 所以我觉得你对自己的认知上 就是黑白肯定是不对 第二个我确实觉得更不合适 就是下次点螺蛳粉的时候 不要点那么辣 怎么样 卢顶都辣他了 我觉得他想辣死我 卢顶都出汗了 撞到花了 对 我很好奇为什么点那么辣 你是不知道那么辣 其实我跟我的PD一起去买的 还是PD的事 PD的问题 D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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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D 你害惨哥了 怎么推荐那么 怎么推荐那么 怎么回事 哥被你害惨呢 没有 不 没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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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我放多了 是我放多了 哦 是你放的 是我放多了 他说大梦很喜欢吃辣的 我知道了这个 所以我放了一点 但是可能我觉得不够 所以又放了一些 原来都是你放的 对 是我的错 都是我的错 也是很有意思的记忆了 谢谢老师 不客气 那个 我想问一星老师 就是之前说 在婚姻关系里面 是适合天花板 适合地下室 那如果两个人都 处在地下室的时候 你会 帮你的地下室做什么改造呢 改造啊 两人阴暗地过一生 我觉得肯定很难说 是什么改造吧 就可能会陪在对方身边吧 刚好上期有聊到 就是我会有个感受 就是会有一种默契 就是当对方很荡的时候 可能我会给到他能量 当我很荡的时候 他也会给到我 但是我觉得很神奇的一点 就是 这不是一个很刻意去做的事情 就好像双方就有这种默契一样 如果我们不在一起的话 可能最多的就是打电话 而且可能会聊很久 电话一直开着 他现在电话开着呢 张老师一直在直播 张老师 那个快结束了 那个张老师 对 互相知道最近什么状态 什么的 爱能解决一切问题 对 大梦的那个话 对 对 我问杜老师一个 就是在我们生活和感情中 如何和自己的执念和解 哦 这个问题问得很好 我觉得如果这个执念是帮助我们 能够争取到幸福和快乐的执念 就坚持下去 如果有些执念会给我们带来一些纠结啊 或者说不是太愉快啊 我觉得那样的执念我们还是要放弃 还是要看这个执念是什么 那怎么分辨是好执念还是坏执念 比如说我执念于想得到那个锁着 就不是一个好执念 所以我很早我就把它放弃了 因为我又得不到 我有内耗 我老师好会晚尊啊 说的是自己放弃了 对吧 就是这个意思 不像我们就是求而不得 上下求锁 老师主打一个不内耗 但是杜老师放下以后 然后又得到了 对 对 老王可以啊 老王开始复苏了 真是 谢谢杜老师 说得特别好 我想再问静静老师一个问题 就是在进入小屋的第一天 其实我感觉我们可能都是属于那种 比较外向开朗 然后想要带动气氛的那种 当然我也收获了很多支持的同事 也听到了一些不同的声音 可能会有人说 我建议你闭麦啊之类的 对 当你去看到有一些不一样声音的时候 你会是 问我就问这个啊 被骂了怎么办 别人都是 老师你很幸福 问我就 就问 哎 面对富贫的时候 如何调节自己的心态 是吧 你自己体验得好好啊 是 这个问题其实我也问过 就是我的一些前辈 就是我的另外一位马老师 马东老师 我的老板 我那个时候也就因为被骂 你毕竟就会很不高兴嘛 我就会问他怎么办 他给我两个字 瘦着 老师因为你干这个工作嘛 你享受了那个鲜花和掌声 那这部分你就要瘦着 所以我也送你两个字瘦着 因为你有马老师 这么好的男朋友在 被骂就被骂了 换随随不愿意啊 我自己分担 没事了还好啦 这种不用在意 在意自己真实身边的人的爱意 你就可以了 还是做自己 对 谢谢老师 我因为上一季的那个 来的朋友就也问过这样的问题 说实话我们在这个观察室也好 或者是在屏幕这边 其实也很担心大家 在小屋里会遇到类似的问题 我自己的这个感受是 你可以去看大家的评论 大家都给你的反馈 而且我的经验是 大家给你的情绪和判断 往往是他们真心实意的 比如说说到我 他们说你今天不好笑 或者说你今天这个不好 这些不好 是他们真心实意觉得不好 但他们的原因 往往并不一定是正确的 因为他们会分析我 为什么不好笑 但其实只有我自己知道 我为什么不好笑 纯纯就是不行了 对 就是 就是能力有问题 你们不用丢成 不用给我找借口 我当时可委屈 我当时也没人 为什么有人读我 为什么有人读我 为什么不好笑 再给你一次机会 你选你不做这个工作 我自乐乐回去瞒 对 所以我觉得 回到灵异最开始的问题就是 你如果真的忍不住会去看 可以解释到大家的 情绪上的反馈是没问题的 但不要太被他们这个 给你分析的那些原因也好 或者是他们想象中的那些情节 被那个影响太多 那个是没有必要的 因为知道真相的只有你自己 那大家看到的只有一个结果 其实我们都都体验过吧 杜老师也有 我也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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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杜老师现在也是面对大家大壮 对 我一开始有那个负评的时候 那我作为一个老师 我来做一些观点输出 我自己觉得做的一件正确的事情 你都没有听完我说的整个的一个逻辑是什么 看了个标题就开始批评我 那一开始的时候我也会很痛苦的 对 但是我也想告诉灵异 就是如果你有一定的公众的影响力 这个就是你一定会有的 包括咱们在座的这几位嘉宾 随着我们这个节目的播出 我觉得我们每个人可能都会有这样的一种可能性 什么可能性 已经开始了 已经开始了 是吧 你看这个 还有这 对 其实这个就是我现在也在一个努力的心理的建设当中 那么你要不要做这件事情 如果你要做这个是一定会有的 我们觉得受伤害很多时候我们会把那些负评当成全世界 但他们真的不是全世界 很多时候那些支持你的人 爱你的人可能他们倒不发声 往往发声的可能是对你有意见啊或者什么 而且有的时候我们要体谅那些批评我们的人 他批评我们很多时候就像刚才庞博说的 他不一定是批评我们 他批评的是他自己看不惯的某一个观念或者某一个东西 那这个时候他的负评就会出来 很多时候我们也要有一点屏蔽的能力 就是我不对话入座 但最朴实的一个道理我觉得反正我们都不是人民币 对不对 做不到人人都爱你 所以慢慢学习吧 既然你们平时看的时候也会看评论跟弹幕啊 我们今天有设计一个小环节给大家脱脱敏 我们就真的把一些弹幕拿到现场上来 可以可以 然后到底是说谁的 各位政主们自己认领一下 好吧 好 太好了 看一下大家这些弹幕啊都是写了些什么 认领一下 说半熟练神三也有自己的Jasper 这个肯定是我的 为什么呢 是我理解的那个陈晓春他们家的Jasper吗 是那个 为什么 别人说我很年轻 然后我跟他也差不多的 大 也差不多大 差不多大 吓死我了 我说他是个孩子不是吗 因为别人说我给人的感觉 好像一个小孩一样 有点像 但是我有看过有很多人说 我再过十九年就会拿到这个老人证 老人证 我相信了很久的 不要相信 但是我觉得我在半熟里可以永远年轻的 现在我也有一个新的名字 就是大梦给我起的叫Casper 就是Jasper Jasper 是这样的 我以为是老小孩 我看下一个 下一个 粉色娇嫩 你如今几岁 我认领了 因为我比较喜欢穿粉色 对 只要自己喜欢 八十岁也能穿粉色吧 对 当然 可以保持少女心 我的辅导老师还给我穿过粉色 家都可以透了 这个 认领一下 认领一下 就确实特别能吃 然后在生活当中也很爱吃 小马 别干饭了 小马 小马说还没吃饱 你真的不会发胖的是吗 不会 真好 还是年纪没到 先先别口出谎言 这讲身体 看看这个很长 这不知道是啥 半首小屋移动的KTV随地大小差 随地大小差 我 就是JJ约PAM的时候 PAM的阳台 我在底下 把唱歌 然后JJ敲门听不见 对 那一次特别搞笑 我应该太放不开你的爱 太熟悉你的关怀 分不开 像你的爱 我真不知道 真不好意思 我觉得那首《遇见》选得真好 配着你们看日出的那个场景 和后面告白的场景 连我们都觉得就是 很心动 神来一笔 很触动 我听见谁会有 怎样的黑暗 我懂的人 怕再多远的未来 就是临时想到的 很多时候 你下意识时候唱出来的歌 就是内心的心情 唱对了 我们接着看了 姐的冷笑话 越来越老王话 小薇 是我的 对 我跟他们两个 其实这个点是相通的 而且他们互相的梗 也都能互相接住 然后你们俩聊天 都特别好笑 从梁静茹那儿接来了 完了吗 我给你帮我玩 冷笑话会传来 确实是这样的 随时随地大小梗 你们 请大家看下一个 眼泪能掉 刘海不能掉 是哪位的刘海 我那个时候在 心疼化妆老师 给我精心做的刘海 所以就把它搂住了 重年人的世界 哪有主要感情 会散张很多其他东西 最近没有掉眼泪了 对 最近没刘海了 因为 没什么 没什么好 所以不照眼 对 接着看 全不能跑 容易盲肠炎 我的吗 对 都有跑 盲肠炎的只有你们 大家就是跑了吧 然后见面 你们当时跑的时候 精进还说了一句 他们要逃单 去 走 我的盲肠不怕发言 因为他会冷笑话 冷笑话 他会冷笑话 对 我的盲肠不怕当众发言 听懂了 我的朋友王建国 讲过一个更难受的 什么 他说 他说有一天 那个 我的鼓鼓头跟我说 坏死了 好 我们看完网上的弹幕了 对 我觉得这些网友的 弹幕还是很可爱的 很可爱的 很真情实感地 参与到这个过程当中 也想给大家出主意 想办法 然后也是再磕CP 谢谢我们这些可爱的 网友们 观众们 对我们这些嘉宾的 支持和关注 那刚才这是一个 小小的热身 那现在二十一天过去了 彼此更加熟悉了 所以接下来呢 又有一些小小的游戏环节 来考验一下大家的熟悉程度 经过小屋之后的日子 你们有没有更加地亲近一些 好吗 好 我们首先是半熟恋人 每一季的传统游戏项目 你来比划 我来猜 真的跟婚礼传统游戏 真的跟婚礼似的 新郎新娘要玩游戏了 我们的时间限制是三分钟 答题越多的当然就获胜了 答题少的那组呢 会要接受惩罚 首先就是我们的真巧组合 我们是跟谁比啊 你们跟他们俩比 大孟跟俊林 那不是输定了 对啊 俊林怎么 你们可以讲广东话 可以 或者我说话声音也可以慢一点 慢一点 你怎么这么自信 就自己能赢人家呢 我看第一个了就很不容易 对 很难 难啊 真的吗 好 场上的两位准备好了 准备好了 准备好了 计时 开始 几个字 三个字 跳的舞叫什么名字 柯木 柯木二是什么 柯木二是什么 柯木二正经考车 柯木三 柯木三 柯木三对了 猜对了 三个字 我们在游乐场里开的 三个字 砰砰车 三个字我们约会有吃 你喜欢吃 大排档 哇 三个字一首歌 简单爱 简单爱 这首歌真帅 你做什么了 他就猜出来了 对啊 这个真是个谜啊 对啊 三个字的歌好多嘞 他们在车上不唱了吗 俩人 对 你快点 你快点 三个字 我们在长白山开的雪地 卡丁车 对 然后四个字 我们饭后去哪里 就第一次约会 灯塔 跑 跑跑 对 哇 四个字我们在长白山玩的 一个动物它在 你倒是演出来啊 你倒是演出来啊 狗 对狗 拖 对 然后后面 换 狗 下 狗拉雪橇 对 九个字 有一块牌子上面 九个字 就拍照的 在长白山有一个 我在长白山很想你 我在长白山没空想你 对 这也能猜 这记忆力超勤的 两个字在广州吃的 比较 早茶 对 梁茶 对 书丁 这个太难了 这个太难了 这什么 八个字 这太难了 这个太难了 八个字 八个字 我有形容我自己的是一个 悲观的 快了 快了 很接近 反过来 乐观的 悲观主义者 太棒了 这是怎么猜出来的 我觉得这个应该得持分 对 对 两个字 两个字 我们买的 二三 太厉害了 然后六个字 从头贯穿到尾的梗 一个电影名 阿凡达 谁知道 然后三个字 时间到了 时间到 所以我们看一下 一共答对了几道题 答对了多少 十一道对不对 十一道 好 好 好有默契 我就想知道那个 就几个特别长的问题 你们是怎么猜到的 王震几乎什么也没有做 他就站在那说了一个 长白山有一个路牌 然后还有一个 我形容我自己 他比较聪明 他很了解他 对 太了解了 互相很默契 随时随地撒糖 这就是爱情 恭喜 恭喜 厉害 好 接下来压力给到了 大漠和俊玲 请两位上场 看看爱情另外的样子吧 可以先认输吗 不一定的 不一定的 简体字OK吗 俊玲 OK OK的 好 准备好了吗 三分钟 好 计时开始 好容易 已经开始了 三个字 他们 这一词 聪明 可以 开剧不错 他的名字 王震 大梦 大梦都怀疑自己了 这是题 我们吃的很 小龙虾 不是 很 螺蛳粉 不是 臭豆腐 吃过太多东西了 这个 我不知道这个是 可以过 可以过 过这个 两个字 湖南长沙 对 两个字的 湖南话的 然后 魅独 漂亮 好厉害 我们第一次约会 六个字 前三个字是 我们等到就好 可以 看戏 前三个字 然后 这首歌是你给我 听海浪 好棒啊 他们有自己 沟通的默契 他神奇了 两个字的 是你们出现 你们叫什么 你跟金阳 跟 音音 和姐姐 四个字 太厉害了 很棒 很棒 我给你的一个礼物 三个字 最后 闪现卡 真不知道谁会赢 你形容我的六个字 我是从那里来的 香港 香港版林志颖 这也看得出我 我最爱听的一首歌 《天外来物》 《天外来物》 这个是五个字 在海洋馆那天我们看到 《美人鱼》的表演 厉害 厉害 我的 好 时间到 几道题 我看现在这个卡片的厚度 露死谁手还不一定呢 是啊 来我们算一下 大孟跟峻林答对了多少道题 一 二 三 四 五 六 七 八 九 十 十一 十一 所以是打平的对不对 厉害 我没有输 都好厉害 但是 但是他们跳过了一个 我不知道这个是 什么 可以过 所以最后确定他们算十个是吗 要惩罚他们 要惩罚他们是吧 好好好 快快快 那罚他们吧 那接受惩罚的就是《美梦降临》了 那这个惩罚可能也不算是惩罚 因为它是牵手 申请对望二十秒 并重现表白名场面 天哪 开始了 快开 快开 天哪 小雪林 天哪 小雪林 明场面 天哪 天哪 金氏 天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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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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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现在 就是 就是 你就 你就 说我的男朋友了 说 好 那我们现在谈恋爱 真的好像婚礼现场啊 好 啊 哇 哇 啊 啊 哎呀 哎呀 我心跳得好快 缓一缓 缓不过来 猛感了 我们也不好意思 我们都是这样看 还有没有更刺激的 我也想看 下一位 那不然大孟跟俊玲 你给他们出一个 可以 大孟想一个 我觉得可以 比如说抱起来 就是转一转 转转圈 就好像我们最后 放音的话 他们抱起来 那个画面就很唯美 就PAM就 女神 然后老包就 他戏已经给你们做好了 你还要一个 PAM就女神 你就是那个 好来 我们欢迎这一队到小周晚 好 很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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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美 什么跳这么美的人 天哪 老王台詞 老王台詞 台詞是什麼 台詞 轉過去正對鏡頭說 哇哦 對了 再見 美哥好 這是什麼贈送的環節 美哥好 太幸福了 好會 還挺有力氣的 你快清醒一點 後面還有環節 你在這兒 遊戲有什麼好玩的 直接讓他們上來表演 不是 直接懲罰好不好 那遊戲 就是我們不玩遊戲 就懲罰他們 懲罰這麼好看 好看 比我們那些拿什麼夾子 夾鼻子 夾耳朵的 好看太多了 來吧 我們繼續進行第二個遊戲 第二個遊戲叫做蒙眼吃水果 我們是四組CP兩兩一組 進行兩輪比賽 男生坐在前方椅子上 女生站在後排蒙上眼睛 然後給他餵水果吃 那哪一組最後完成就會接受懲罰 好 準備好 開始 這不可以說嗎 這不可以說 這個要不 可以說話 說不 也是一人不說了 對不起 也很難說話 大孟 你顧一顧 Kelvin 我想贏 Kelvin好配合 他瘋狂在咬 老馬很悠閒 還跟著吐籽 不是 等一下我先 我能不能先給你吃草莓 可以 來 你嘴巴在哪 好 你還好嗎 快 快 這樣 加油 Kelvin拼了 加油 拼了 加油 別噎著了 Kelvin 就差椰子了 吸管 就差椰子了 喝到嘴裡就算贏了 喝到嘴裡就算贏了 喝到就贏 喝到就贏 贏了 Kelvin贏了 可以了 Kelvin仿佛一個渣汁機一樣 感覺不到食物 在嘴裡的停留就繼續扔了 你還有餘粒土籽 乾犯王不是你了 這個遊戲主要看女生管不管男生死活 太說了太對了 好 來 接下來我們換後排的兩組 到前排來 來 請多觀眾 手下留情 不是 手下留情 口下留情 口下留情 來 三二一 請開始 所以 所以呢 哇 蘇蘇 蘇蘇 蘇蘇啊 她是個人 人啊 忘了還沒嚼完 給 我準 還有一個 又剩一個 好不好 橘子 快 快快 那邊怎麼老王已經到橘子了 好 快 橘子 來 快 老王已經串 到橘子上去 去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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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行 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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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吸管 就差吸管了 快快快快 快快快 終於喝 喝 哎呦 哎呦 不會了 不會改成了嗎 哎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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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會了 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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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哎呀 差一點 厲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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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差一點 險勝 看來蘇蘇是想懲罰呀 哦 哦 忘記 不是 關鍵是 草莓塞完接著的時候塞 省力不少我 我昨天已經塞不下 已經到極限了 輸那個不堅斷 真的要命 朱打一個行雲流水 好 來 我們在剛才 這一輪遊戲當中 輸的兩組要接受懲罰 首先是禁一詞組合 哇 要懲罰了 要懲罰了 好開心啊 好開心 這算什麼懲罰 對 好 給禁一詞組合的獎勵是 公主抱做深蹲五個 開始 一 二 三 四 剛剛那個嘎巴的一聲 睡了 我聽到了 小馬的膝蓋嘛 一 二 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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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還是喜歡看親這個環境 好 第二組是誰啊 第二組就是我們的 蘇蘇 敬陽蘇蘇 同兒童雞重現江湖 我的教練 哇 哇 哇 要幹嘛呀 他們要幹嘛呀 你要做俯复車 但是要給你個配重是蘇蘇 可以嗎 行吧我試試吧 哇 沒有問題好標準啊 我坐這邊吧 試著點 好 五個 走 要坐那麼深嗎 哇 真好 哇 太厲害了 敬陽做得超標準 哇 好厲害 太厲害了 太厲害了 有難度嗎 有 還是有難度的 對 那坐上去的那一刻 我就已經進到沙子裡去了 接下來這個小遊戲 是男人們之間的戰爭 這個名字叫掰大腿 黑白配 然後你們四個人 決出哪兩個人進行對決 對決的兩個人呢 石頭 剪刀 布 贏的那個可以選擇 攻方或守方 然後攻方就是做外展的那個 守方那個就是做內收的那個 我好同情跟敬陽 抽到一組的那個人 然後呢 輸的那一方 男生不接受懲罰 是你們的女伴要接受懲罰 那呀 啥呢 我沒有壓力 懲罰就是 撕掉一盤檸檬 這怎麼收得了 可千萬不能輸呀 對呀 誰忍心讓自己的女孩 受這種懲罰呀 余靖也要開始活動大腿了 你好嚇人 不好意思啊 各位 好吧 來 我們先請四位那個 黑白配一下 黑白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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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誰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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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馬進龍跟宇靖洋 還有我們的老王跟凱文 我們請小馬先下去做一下心理建設 好不好 剪刀 石頭 布 決定一下攻守方 好 剪刀 石頭 布 剪刀 石頭 布 剪刀 石頭 布 凱文 你選攻還是守 攻 加油 如果輸了的話回去再練練腿 我有練 所以你會贏的 衝 巧威 沒事輸了我們一起吃 準備好了嗎 男人之間的決戰 一觸即發 三 二 一 開始 彈佞 加油 一動不動 一 開始 一 開始 5 4 4 5 5 � ze 7 4 我去练腿 我去练腿 这一组 小马燃起来了 他一定合 合 握手 准备好了吗 三 二 一 李静阳你太认真了 你太吓人了 报告 你 你再呼一下小马的感受 他现在整个人都瘦弱了 不知道为什么 你俩现在出现了 奇妙的体型差 为什么 什么 双开门之间的对决 三 二 一 开始 十 二 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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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开始 十 三 三 十 三 三 三 开始了 用力啊 老马 开始了 十 三 五 四 杨阳是动了 没动了 二 一 时间到 十 三 太小 太小了 小马这辈子左腿没有离右腿这么近过 我输可以 他不能输 他不能输 那我们就愿赌服输 宁萌 正好是这个前排的四位 我听你一试 没关系 我听你一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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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这一轮比赛叫吃宁萌吗 两个男生 可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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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勇气可嘉 爱情也可嘉 小马腿不行 嘴还是行的 酸吗 有一点 酸的不是我们吗 吃宁萌的是他们 酸的是我们 我说实话 我看够了 赶紧就说了 累了 毁灭吧 都这么甜蜜呢 酸甜苦辣 我今天都品尝过了 对 经过了我们传统的 简陋小游戏之后 非常开心现在在这里 跟大家能够见面 然后也很像是我们熟悉的朋友 走到了面前一样 但是还是要到了该说再见的时候了 那其实也非常想问 真实经历了二十一天这个半熟小屋生活的你们 这二十一天对你们或者身边的这个人对你们 会有什么不一样的意义吗 我觉得我是一个不是说很多话的人 然后我一开始到了小屋也是我觉得我是没有打开自己的 我也很想打开自己也不是为了大梦 但是因为在这个过程中刚刚好大梦也来到我的世界里 他把我从一个安静的一个人把我的性格什么都带出来 所以我是很想感谢大梦 所以我会好好的照顾他 然后一起跟他很开心的生活下去 是这样 祝福 我也是觉得很开心的 能够加入小屋有一段这么难忘的回忆 然后我也觉得我很幸运能遇到他 那我们一定会努力经营这段感情 然后珍惜彼此好好的往下走 我觉得在小屋的这二十一天时间 是我人生中最难忘的一个时间 同样的我觉得想要谢谢我的马哈汉同学 因为他的出现让我可以不用一直那么强势 可以回归做一个小女孩 因为我们也会有很多幼稚的地方 我觉得小屋的回忆对我来说很难忘 在来小屋之前我实际上没有想过能找到一个心理的对象 觉得就是来体验一下一段不一样的旅程 然后进入小屋之后 从第一天看到他的时候就有一点好感 我实际上是蛮相信意见钟情的 我很感谢小屋给了我的机会 让我遇见了一个缘分 我觉得我们的故事会不断地往下写下去 加油 加油 我觉得是人只能活一次 就是如果你碰到喜欢的事 想做的事碰到喜欢的人 就要去勇敢地去表达 我呢我一直说自己是一个乐观的悲观主义者 然后我一直说我只是相信概率 然后当我在这儿就感谢能遇到PAM 就让我相信小概率事件就真的在发生 其实我也想要谢谢老王 老王让我发现我有不一样的一面 让我重新认识了我自己 我觉得我很感谢小屋吧 让我很立体地可以看到我平时自己看不到的一些面 我可能平时可以在工作上很自信 然后在朋友面前可能也会比较打得开 但是在小屋让我看到了一个我在陌生环境下的自己 原来是这样子的 觉得21天过去之后自己获得了很多成长 也更深刻地认识到自己 我觉得这是一段特别难忘的经历吧 可能这辈子就这一回 然后认识了11位好朋友 然后当然有最美的遇见 对吧 就是可能大家都觉得我对苏苏的照顾会比较多 但是可能在很多地方他也温暖着我 然后其实我尝试了很多我一直没有做过的事 有他在身边我也挺开心 所以我也要谢谢他 对 然后希望离开小屋之后我们都能成为更好的自己 其实我们在中间看你们的整个过程的时候 每一位观察员都曾经提到过 就是很感谢你们 因为你们表现出来的这种真诚 然后这么勇敢地坦诚地把自己生活的一面 把自己爱的一面展露在我们面前 然后我们小屋里面的这些人 还有包括屏幕前看的朋友们 才有机会陪着你们去走过了这一段跟爱有关的旅程 就像杜老师经常说的 我们看着你们爱别人爱自己 我们也学着在自己的内心 关照自己让自己有成长 所以很感谢你们在小屋的21天 也给了我们不一样的感觉 谢谢 谢谢你们 谢谢你们 对 关于爱情我们伴熟恋人 每一季其实都在讨论相关的很多很多的话题 但可能一个本源的话题就是还可不可以相信爱情 只要我们心中坚定地相信爱情 它可能会晚到 但是不会缺席 所以像你们在小屋最后呼喊的那样 不管几岁 爱情万岁 希望我们大家都有能力继续相信爱 寻找自己爱的人 最后就是感谢大家来到我们的伴熟旅程当中 也希望你们在真实的生活里面 不要有压力 自由地去发展你们的关系 幸福地相处 放肆地相爱 好吗 朋友们 谢谢 谢谢你们这一季的陪伴 谢谢 好 朋友们 我们也下期再见 谢谢 谢谢 拜拜 拜拜